將將將將 就這樣看電影 大家好我是John 在看完《終局之戰》後 你們最印象深刻的畫面有哪些呢? 除了所有英雄一起出現之外 對我來說最印象深刻的應該就是 Chris Hemsworth 的崩壞聖誕老人造型 雖然說這個新造型引來了很多觀眾的討論 但這個轉變其實它背後意義很大喔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討論的就是 為什麼編劇跟導演要讓索爾的身材崩壞 以及背後代表的重大意義 還有Chris Hemsworth 對新造型的反應喔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按下右下角訂閱我們Tipper亮影片 說到索爾的轉變 應該要從雷神索爾3 諸神黃昏開始 一直以來索爾在雷神1跟雷神2裡面 大家的印象好像就是 嚴肅固執甚至有點無聊的肌肉男 如果不是因為Chris Hemsworth 的帥氣 索爾2的評價可能未低到跟無敵浩克一樣 這也讓Chris Hemsworth 深受打擊 還一度打電話跟漫威總裁凱文費吉 要求能不能轉型 然後我叫凱文費吉 說我們要做什麼不同的 好在凱文費吉一口同意 不但請來的新的導演 Taiqa Watiti 還願意用完全不同的風格呈現 雷神索爾3 也大大的轉變索爾的形象 YES! 在索爾3得到外界的好評後 Chris Hemsworth 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 用幽默的方式呈現索爾 不再像以前一樣 嚴肅而粗獷的英雄 他本人還開玩笑說 這根本就是一個全新的角色 也表示因為這個轉變 他願意續約 繼續飾演雷神索爾 不過我們也看到索爾的轉變 不只有幽默鬥趣的一面 漫威還讓他崩壞身材 讓他變成了聖誕老公的樣子 編劇 Christopher Marcus 近日在訪談中有提到 其實一開始的決定 是讓索爾在無限之戰之後 繼續走向復仇的路線 但這樣的設定有點太單調 畢竟一直以來 他都是一直在復仇 所以想要讓他往更複雜 更真實又比較人性化的方向前進 在我們看英雄電影的時候 大多數人都是想要看帥氣的英雄 跟他們的能力 但對於表達故事這個方面 背後其實暗藏了很多現實面的問題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在回應 之前DC的粉絲一直在抱怨 漫威的英雄電影實在是太單調了 不像DC的電影一樣 會深度的討論英雄心理層面的問題 漫威近年來的電影 就有呈現這些背後的心靈問題 像是薩諾斯因為資源不足 所以用自己的殘酷手段 想要毀滅一半的人口 在所有六個石頭 我可以直接拆掉我的指頭 他們都會停止存在 我稱之為祝福 英雄在失去家人之後 到處殺黑道報仇 班納因為害怕浩克的失控 一直不想讓浩克出來 而浩克也是因為發現了 力量解決不了的問題 在無限之戰 不願意出來面對薩諾斯 最後還有女武神 精神憂鬱到瘋狂酗酒等等 我猜這就是編劇還有導演們 希望大家注意到的問題吧 當然碰到問題的時候 都會用不同的方式面對 每個人都有脆弱的一面 會受到心靈創傷 也有想要逃避的時候 在這樣的現實考量下 看著索爾的家人死去 國度也被毀滅的索爾 不可能會完全沒事 如果他還是跟以前一樣 有說有笑的打擊壞人的話 會讓這個角色非常的不真實 所以編劇跟導演們 決定要讓索爾改變他的形象 讓他展現最真實的一面 最近羅素兄弟在跟SeriesXM訪問中有提到 在經過深度的考量後 他們決定要讓索爾改變成落魄的形象 讓他們有點擔心 Chris Hemsworth會無法接受 因為這個決定 早在Chris Hemsworth 快要拍完索爾3的時候就已經提出 沒想到在打給Chris的時候 他還沒聽到身材的改變 就已經先一口答應 可能是因為索爾3的新的形象 讓Chris開始不害怕改變 Joe Russo也說 Hemsworth是在上次的 他很喜歡取消 而Chris Hemsworth也有表示 他之前就覺得索爾不只是這樣 希望這個角色可以更有層次 在跟USA Today訪問中他有說到 我們討論了好幾天好幾個小時 要怎麼樣才能讓索爾展現不同的感覺呢? 並且我們也想要知道 我們可以逼索爾到什麼地步呢? 最後我們也看到 索爾被逼成鞋關裡不但有雷電 還有氣死將在裡面循環的胖胖索爾呢 在《終局之戰》上映之後 很多觀眾都對 胖胖索爾這個身材很有意見 最主要的都是因為在電影之中 很多次都會拿 頹廢的索爾當笑話 讓觀眾們都覺得 這根本就是在嘲笑胖子 所以讓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接受 連在劇組裡的人都有在抱怨說 這樣的舉動會毀壞索爾的形象 編劇 Christopher Marcus就有透露 劇組人員曾經有一段時間很悲傷 因為他們要把男神用成這個樣子 就好像一般的路人一樣 而且很多工作人員對我們要把索爾變成這個樣子 感到很不開心 但我覺得 編劇跟導演其實有考量過這一點 但他們其實最想要告訴大家的就是 英雄其實也有想要逃避的時候 好像真的是要對之前DC粉絲們 一直在批評作為回應 英雄也是有感情的 就連被視為是神的索爾也會失敗 心靈受傷的他 選擇了假裝沒事 跟朋友在打電動酗酒逃避 直到被浩克要求要面對問題的時候 才露出崩潰的表情 而另外一個值得要佩服的就是 編劇跟導演還大膽的打破了一個 之前大家對英雄的刻板印象 讓我們看到 不只有理想身材跟零體脂肪的人 才可以當超級英雄呢 所以你也可以當超級英雄 我有機會耶真的 編劇 Christopher Marcus有強調 他們是故意一直到電影的最後 都沒有打算要讓索爾減肥 你別想念碰過的 主要是想跟大家說明 身為一個英雄 不只是看外表 最重要的是內心 也是為什麼即使索爾變胖 但是在跟媽媽談完話之後 還是想要試著拿回雷聲之鎚 因為他的內心還是那一個 夠資格的人 索爾最後的心態已經修復 這也證明了 英雄問題其實不是體重 而是心態 即使身材是胖的 但心靈還是最理想的狀態 导演Anthony Russo也補充说 这也回应了 之前很多网友在最后大战的期待 为什么武装后的索尔会没有变回帅样呢 其实这都是导演他们计划好的安排 所以大家听到了吗 只要心态正确 即使是宅男也可以当英雄耶 好啦 虽然我们整集都在讲胖胖的索尔 但还是要跟大家透露一下 其实Chris Hemsworth在饰演这个胖胖索尔的时候 他没有真的变胖 他的身材还是一样超级完美 只是全部都是用特效的 顺带一提 又有一个删减画面想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拍摄的时候 有一幕是索尔跟女武神 差一点要轻轻搞暧昧的片段哦 大家还记得在《终局之战》的最后 女武神跟索尔在班纳塔号前面告别的场景吗 导演罗素兄弟透露 当时两位演员其实有即兴演出的一段吻别的戏嘛 饰演女武神的Tessa Thompson 在告别的时候将手摆在雷神的肩膀上 这个时候索尔就开始慢慢靠近 据说都快要吻到她的嘴巴了 但这个时候女武神问说 你在做什么 索尔就很疑惑 我以为你是这样子才想要碰我的 女武神立即否认回说 我只想要拍拍你的肩膀 跟你说再见而已 但导演最后证实 那个场景其实只是两位演员即兴演出来的而已 虽然说很可爱但导演也不希望大家多想 所以最后还是把那个画面删除啰 真的很可惜 毕竟大家在看索尔3的时候 一定有想过他们两个会不会在一起呢 只能期待两人在今年6月的 MIB星际战警跨国行动中 看有没有机会演出这段感情啰 好啦除了索尔之后会不会减肥之外 大家最想要知道的应该就是 索尔会不会出现在星际一公队3里面呢 但是罗素兄弟说 索尔会不会出现在星际一公队3 这完全就是要看导演James Gunn的决定 也透露他们在拍《终局之战》的时候 完全没有刻意要帮之后的电影做安排 也就是为什么没有片尾画面或是明显的暗示彩蛋 完全把重点放在要帮初代的复仇者做收尾 所以之后的角色会怎么安排 就要看其他的导演跟漫威总裁去做决定了 意思就是说除了浩克之外 索尔也很有可能会是到第四阶段的初代复仇者呢 而且也是唯一一个非常有可能会出第四部个人电影的英雄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你们觉得索尔会不会减肥呢 还是会维持他胖胖的形象 请留言跟我们讨论哦 那喜欢我们Tipper亮影片 记得要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咯 掰掰 那如果索尔会减肥你会减肥吗 哈哈哈 所以说索尔会减肥你就减肥 快点给观众说 他根本没胖啊 对啊 我们花那么多钱把自己羊胖 为什么要再花那么多钱让自己变瘦呢 那你对于现在观众都说你很可爱有什么想法 请继续支持我们 那你觉得自己很可爱吗 我不覺得我自己很可愛 我只是在幫大家接受而已 有其他胖的超級英雄嗎? 很少 大部分都是那種超級 有誰啊沒有印象有過 一定有啦 聖誕老人